宇宙的糯米池,口感烟硬,餡料香甜 客家人會叫它做池巴 是許多香港人喜歡的懷舊小食 就算芒果、抹茶等不同新口味糯米池冒起 香港還有些小店,堅持全人手製造傳統口味 今次我們就去實試三間手造糯米池 第一間是位於元朗的華記糕店屋 是一間在區內經常會有人浪的小店 它的店面很低調,因為落了半閘 來到的時候還以為它沒有開門 這間糕點店,還有茶果、砵仔糕、粽等等食物賣 要吃糯米池就一定要排隊 因為它所有糯米池都是即叫即做的 排前的人買得多,等的時間就長一點了 我要六粒,麻煩你 老闆娘一直都沒有停手在做糯米池 還很專注,連付錢都是叫客人自己放下就行 它買的糯米池只有一款餡 36元六粒,每人行扣三盒 糯米池一拿到手是很暖的 每一粒都很大,佔了大半隻手掌 形狀算是比較不規則 而一咬下去就爆了餡 有滿滿的花生粒和砂糖 花生本身炒得很香 甜味就主要來自砂糖 和花生的比例也很適中 不會過甜,甚至會透到少少餡料的顏色 口薄到就像一張紙一樣 但質感依然都是鮮硬硬硬的 而且因為它的餡很多 如果分幾口吃的話就會掉落地 所以建議大大口吃 下一間是大埔虛街市熟食中心的滑嘟嘟 被街坊稱為大埔名物 它煮蛋芒果甜品和客家池巴 客家池巴40元6個 都是只有一款餡料 就是黑芝麻溝花生 老闆娘就在一邊不斷做池巴 再入盒放到後面準備賣 這個池巴每粒看起來都是圓一些 尺寸都很大粒 同樣佔了大半隻手掌 而整個池巴的感覺是實淨一些 重手一些 咬下去同樣都是爆餡 跌到整地都是 餡料的黑芝麻和花生比例大概是一半一半 但吃下去味道上 芝麻味就有點蓋過了花生 黑芝麻炒得很香 很濃郁突出 但就只有淡淡的花生味 另外因為它沒有額外加砂糖或椰絲 所以不會很甜 適合一些喜歡低糖的人 至於皮方面 可以見到 它相比上一間就沒有那麼薄 厚皮一點 但多一點厚度 比上一間就更加嚥韌 口感再豐富一點 最後一間 是在深水埗的新龍餅家 是一間很受街坊 歡迎的舊式餅店 有很多傳統餅和糕點 也有自家月餅 店裡應該是工場 可以見到有師傅在製糯米糍 這間的糯米糍 25元一盒 有6粒 有花生和豆沙口味 糯米糍是否沒有兩顆的 有的 有的 我要兩顆糯米糍一盒 這盒糯米糍有3粒花生餡 和3粒豆沙餡 每一粒都包得脹脹的 圓圓的 大小就比前兩間小小小 餡料都幾多 但就未算是爆餡了 皮和餡的比例大概是7-3 它的花生碎就比較粗粒 多點咬口 也都很香花生味 再有椰絲和糖 味道是偏甜的 而豆沙蓉好香滑綿密 比花生餡沒有那麼甜 而皮方面 這一間每粒的口薄都好像有點不同 不過整體就比前兩間厚一些和軟一些 以上三間的糯米糍其實都不錯 不過 華記糕店屋皮薄而爆餡的程度就最出色 而且它的餡料香得來又不會好甜 現在傳統小食都買少見少 人手製造的就更加少 這些街坊小店也是很值得支持的 大家有沒有傳統小食推介呢?